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蓝鲸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体长可以长到30米 体重200吨 然而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 比蓝鲸更大的生物也有很多 比如地震龙 易碎双枪龙等 在北欧神话中 也有一种比蓝鲸大得多的生物 存在于不少水手们的噩梦中 它就是北海巨妖 克拉肯 千年前挪威水手出海捕鱼 意外发现了一座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岛 水手们欣喜异常 停船后小岛暗影扎寨 突然小岛活了过来 露出了两只星红的巨大眼睛 水手们最终全部葬身海底 这种像小岛一样大的生物 就是北海巨妖克拉肯 在传说中 它被描述为是一种巨大章鱼状的生物 其身长可以达到150米 在长度上已经是蓝鲸的5倍 如果算上体积的话 至少是蓝鲸的80到100倍 据说 北海巨妖平时生活在深海中 但偶尔也会浮出水面 它不仅会化身为小岛 还会对附近行驶的船只 进行攻击 巨大的触手可以轻易排碎船只 一口就可以吃掉一只抹香精 是不折不扣的深海之王 那么北海巨妖究竟存在吗 1753年 艾里克·彭托皮丹在挪威自然历史中 就将克拉肯描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 在海底两万里中 凡尔那还让鹦鹉罗号和这只怪物来了一场恶战 但人类的想象力总是有边界的 我们只能从见过的事物基础上塑造各种怪物 所以和许多传说一样 克拉肯也是基于真实生物而来的 随着现代动物学的发展 那些过于荒诞离奇的海外传说逐渐消失 但唯独这北海巨妖依然牵动人心 因为从种种端倪看来 这种体型非凡的鱿鱼必然存在 1735年 现代生物分类之父卡尔林奈 在他所著的《自然系统》一书中 就非常大胆的首次将北海巨妖列入了头族纲 毕竟那时候还未有严谨事实之称 而头族纲最常见的就是鹦鹉罗 乌贼 章鱼等生物 直到100多年后的1857年 丹麦博物学家斯腾·斯特鲁普 才首次将北海巨妖从传说变成了现实 那时一枚大小约8厘米的角质汇 被冲上了丹麦的海岸 根据这枚角质汇的大小与形态 斯腾·斯特鲁普猜测出了这种生物的大致形象 他认为克拉肯是真实存在的 并非传说 而它们很有可能就是大王游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大王乌贼 此后人们开始认同大王乌贼就是 克拉肯的说法并且开始了寻找大王乌贼之路 1857年 末经者在抹香精的肚子里发现巨大的触手碎片 在抹香精的尸体上发现大王乌贼吸盘的痕迹 到了1873年 人类也终于获得了首个完整的大王乌贼标本 整个20世纪 在世界范围内 人类就搜集到了几百个大王乌贼标本 但活的谁也没见过 因为大王乌贼可以说是终极隐居者了 它们都很少浮出水面只有死后或垂死之时 才会被海巢冲上岸 而我们都知道 头族类是无脊椎动物 这就意味着它们没有骨头支撑 只要一离开水面 它们的肉体就会崩塌 变成一坨不成形的胶状物 所以即便人类搜寻的样本再多 也难以接近克拉肯的真相 直到2004年为了成功拍摄到这传输中 克拉肯的活体阵容 当时日本动物学家瓦斯恒吉想出了一个妙招 我们都知道磨香精每天的主菜就是几百只不同品种的乌贼 同样的磨香精也是大王乌贼最著名的天敌 因此他们决定以磨香精为线索 顺藤摸瓜追寻大王乌贼的踪迹 循着这个思路 瓦斯恒吉的团队就在900米下的深海 获得了一组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照片 从照片看来 这只巨型乌贼被诱饵吸引以重计上钩 他的一个触腕就像一条蟒蛇抓住了 掉钩后就绕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球形 为挣脱掉钩 他开始用其他触腕鞭打眼前这个人造物 攻击性十足 挣扎了近四个小时 最终他只留下了一段五米长的触手 就逃之夭夭了 当掉钩被收回时 这条触手仍然在蠕动 仿佛还有生命似的 到了2013年 这支科考队再次与大王乌贼相遇 这次就不只是照片了 他们还首次拍摄到了大王乌贼的动态影像 当时 瓦斯恒吉的考察团队 集结了50位来自11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 他们与瓦斯恒吉一样 都为克拉肯着迷 历经1000次出航 上百次下潜 400多小时的水下作业 他们终于拍到了这样的史诗级画面 尽管这只大王乌贼还未成年 但其三米长的身躯 就足以让考察队员震撼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学家对于大王乌贼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但可惜的是 时至今日 克拉肯的神秘面纱始终未能被揭开 因为除了水手们的传说 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有像小山一样的大王乌贼存在 有没有可能 克拉肯根本就不是大王乌贼 大家都搞错了呢 英国学者利奥·鲁伊克比 在幻兽动物园中认为 当年卡尔林奈在自然系统中描述的 根本就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克拉肯 而是一种浮游生物 克拉肯只是他为这种生物取得学名 到了1818年 一位匿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 认为卡尔林奈描述的是一种 类似聚水溪与聚乌贼的浮游生物 它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后来的人把克拉肯当成一种巨型乌贼 另外卡尔林奈在自然系统的其他版本中 都完全没有提到克拉肯或者北海巨妖之类的内容 再看看大王乌贼的体型 出现频率生活习性 似乎都和曾经北欧渔民中的克拉肯相去甚远 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大王乌贼并非克拉肯的原型 北海巨妖另有所指呢 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个人们很少知道的怪物 同样是北欧传说中的哈佛古法 这是一种格林兰岛附近的巨大海怪 关于它的最早文字记载 是在13世纪的欧瓦尔奥德斯萨家中 其中描述哈佛古法是像一块陆地一样大的海怪 它的身体长度足有几英里 它还有许多个头和无数的爪子 18世纪丹麦传教士汉斯·艾格德 开始将哈佛古法等同于克拉肯 我们可以看出 不管是克拉肯还是哈佛古法 传说中都是强调它们的庞大体型 可以像大海中的岛屿一样 所以克拉肯要么是另一种更为巨大的生物 要么是人们纯粹编造出来的海怪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克拉肯的原型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在电影中继续感受艺术家为我们创造的北海巨妖了 或许在无尽的深海黑暗里 真的有两双硕大的星红眼睛在紧盯着人类 时刻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布君 我们下期再见